啊 啊 經過剛剛一連串的失誤之後 我們現在重新開始 今天來講一下煮咖啡 那講一下煮咖啡呢 基本上我們會先從豆子開始 我先講一下有時候 煮咖啡用的義式豆會跟一般的豆子不一樣 剛開始你可能會不知道怎麼樣用義式豆 大部分我們可能會先去買一些現成的豆子回來 那現成的豆子回來用完之後 你有可能喝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不知道說這個口味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就會學著想要怎麼樣去搭配豆子 搭配豆子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會建議會先從淺焙的豆子開始 什麼叫淺焙的豆子開始 因為淺焙的豆子呢 它的喝起來的口感會稍微比較穩定一點 那你如果用淺焙的豆子呢 可以加上一些深焙的豆子 那深焙的豆子呢 它當然其實講淺焙跟深焙的豆子以前呢 它有很多產地嘛 那畢竟不一樣的產地它所烘出來的味道也會不一樣 這地方就是可能要自己花時間試啊 可能剛開始的話呢 我烘不同的程度出來 你喝完了之後你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你可以接受的味道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嘗試呢 從其他的產地去挑出一些深焙一點的味道 來跟它做搭配 因為其實大部分咖啡喝起來的話 我們都會有分為前段中段跟後段嘛 你如果說味道想要讓它在後段出來的話呢 那你可能後段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加一些比較深焙一點的豆子 這個是我個人的經驗啦 這部分的話你就是真的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試著去煮看看 喝出來這個口味你能不能接受 那你如果到最後試到一個你可以接受的口味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你主要的義式咖啡豆的部分 那當然呢義式咖啡豆的部分呢 你試出來的味道呢 你除了要試美式以外呢 你當然還要再去跟拿鐵做一個搭配 因為有一些豆子你喝出來的美式是很好喝的 但是它下去跟牛奶一起下去打成拿鐵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喝起來的味道不是你想要的 那這一部分的話呢 你可能還要再去看說 你在裡面添加的那些深焙的豆子呢 那些是不是到最後可以跟牛奶呢 做一個完整的結合之後 看能不能把它最後的那個 有一些巧克力跟可可的味道整個拉出來 這一部分就是要看你自己 加到你的義式咖啡豆的時候呢 你是加什麼樣的產區 什麼樣的烘焙下去做搭配 這一部分的話就是會比較麻煩一點的 你要花比較多的時間下去試 那今天講到這個美式咖啡機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一台呢就是 功能稍微算好一點啦 至少不是從樓到尾都是手動 但是它要手動去切這個單杯跟雙杯 那單杯跟雙杯呢就是要看你咖啡機的這個出來 是單孔還是雙孔嘛 因為畢竟單孔出來的量跟雙口出來的量也不一樣嘛 它們出來的口感煮出來的話也會差蠻多的 那今天呢就是大概先示範一下呢這個用單孔的部分 單孔的話呢基本上呢你是靠下去之後呢 就會開始出咖啡粉 咖啡粉完之後呢我們會把咖啡粉做填壓的動作嘛 有時候我們填壓的動作呢有些人會講說你放著之後靠著這樣壓 有一些會叫你呢非常用力的壓它 就是反正吃奶的用盡洪荒之力去壓它這樣 把它壓成一個非常紮實的餅 以前看過很多人壓完之後他還會再用這個敲它它 但是基本上呢不建議你去敲它啦 因為你去敲完它之後你的咖啡餅這個會變形 你這個變形之後呢你靠上去之後你在轉的時候就會卡住 連同你下面的這個這個裡面的那個機構也會受到傷害 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稍微有把它壓平就好了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把它壓非常平 那為什麼不要把它壓非常平呢 關於這個煮咖啡的這個呢 如果說你要依照像日本一樣的話 因為日本他們煮對於煮咖啡這種的要求呢 會稍微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呢他們每個做法呢都會壓得非常的紮實 都會動作會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是像在歐洲那邊喝咖啡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粉只要稍微有裝 壓不一定要壓到很平 有時候他們會拿那個塑膠的稍微壓一下 如果你有喝過那種比較很早期的那種義式咖啡機 它是用拉餅的時候 它那個咖啡粉就是你稍微裝了粉之後 用這樣子靠 這樣子靠那個塑膠的把它壓平 壓完平之後你扣上去之後 直接拉拉把它壓出來 因為對他們來講的話 其實喝一杯美式咖啡的話 是一件生活當中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除了可以加糖以外呢 搭配你的濃縮咖啡這樣一起喝以外 它其實不會去care說 你要把這個咖啡餅壓到多麼的 多麼的硬多麼的厲害多麼的完美 沒有 因為喝咖啡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又是非常 怎麼講 那個叫freestyle 對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 但是當咖啡來到我們台灣亞洲地區的時候 我們就會對它來講的話就會有一點嚴苛 會有一點講究一點 那甚至於到日本的時候他們煮咖啡就會 有煮咖啡的職人的精神 那這一部分我相信有蠻多煮咖啡的 都是會去參考一些日本的咖啡師他們所煮出來的 基本上他們的動作都會做得非常的好 那這一部分就是要看你自己想要怎麼樣去做 那我個人是覺得就是反正你就是按照正常的操作 你就這樣有稍微把它壓好就好了 那當你把它壓好之後 你還要再去看你的咖啡機能不能去設定 BAR的那個 怎麼講 還有它的出水量 其實這一部分的話咖啡機都是可以微調 有一些是可以調有一些是不能調 那這一部分又講得比較深奧一點 因為畢竟你要調這個機器的時候 主要是有一些好一點的它是可以在外面調 那基本上有一些咖啡機 廠商它會直接把那些數據基本上會調整在裡面 它調整在裡面的話呢 你只要去參考說你出來的時間 流出來的時間 跟你流出來的那個CC數 你就可以下去做那個判斷 還有再去看它這個有沒有打到你要的那個BAR的數量 你就會大概知道說這一杯咖啡煮出來的味道 大概會落在哪邊這樣 那當你把它扣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你開下去煮之後呢 比較簡單的話我們就會先開始 算時間 算那個秒數 看它出來的那個秒數煮出來的 它那個流下來的那個感覺 大部分呢它流下來的感覺就會很像那種 黏稠狀 有點像那種鼻涕一樣這樣 其實它越黏稠的話呢 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啦 越黏稠的話呢它的味道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個僅是於觀察而已啦 你實際上你還是要煮看看之後 喝看看才會知道 然後你煮出來的話 它上面會有一層Creamma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到底看得到這個 這個裡面的Creamma 它這個Creamma呢 基本上如果你煮得好的話呢 你去搖晃它的話 基本上它這一層Creamma是不容易散掉的 有一些煮出來的話呢 你Creamma稍微一咬的話 它整個Creamma就會散掉 如果你不敢直接喝濃縮的話 我比較會建議你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沖成美式 因為你把它沖成美式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不會這麼的濃 那沖成美式的話呢 你如果想要保留上面的那一層 很漂亮的Creamma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在煮的時候 你就是不能用東西去接 接這個咖啡 你基本上最好的話呢 你是用杯子加完水之後 直接靠下去接 那因為這一台的有一點高 它杯子靠不進去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另外裝出來再另外倒 那倒進來之後呢 就是大概可以去觀察一下它那個Creamma 基本上它的Creamma不會很厚啦 如果以這個情況下呢 你就算這樣子煮出來之後呢 你下去喝 喝完之後呢你就可以 所以先稍微想一想看說它的前段 它的中段 它的後段出來的味道 那後段就是比較簡單 後段就是你喝完之後 你就是大概可能要稍微讓你的 折頭稍微休息一下 那慢慢的它那個味道就會從後面開始散發出來 那你覺得這樣子喝出來的味道 你可以接受了 那基本上你的這個美式就會很成功了 這一部分是你沒有去探討說 你的流量跟你的壓力 那還有你的時間 這一部分就是先沒有去討論 主要是討論說你一沖完之後出來 你喝了之後這個味道你是可以接受的 那基本上呢就沒有什麼問題 以上啦今天就是這樣 先簡單的講一下大概義式咖啡機 這個美式大概怎麼樣操作 那因為呢現場呢大家比較忙了 所以我講的也不是非常的詳細 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就是大概先講到這裡 如果等到有空的時候再講深一點 OK就先這樣拜拜 現在要做什麼 還沒啦我只是要先講這個原理而已 你吃你的 你吃你的我處理我的 瓜哥不行啦 你這個頭也是卡在上面剛剛嗎 沒關係因為它 它那個我只是先稍微放一點 就是 就是讓它稍微往上一點這樣 這樣子 哎唷 這機器不錯喔 它就是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瘦 會比較對場一點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瘦 這樣看起來比較瘦 這一台是穩地機那個 對 它比較方便 對 就是那個空拍機 對啊 好啦我開始了 來講個幾半鐘 來今天呢要來幫大家講一下這個 怎麼樣煮咖啡 不用我看已經暗了 我應該已經暗了吧 對啦 沒關係還好我前面可以剪掉 好 經過剛剛一連串的那個失誤之後 我們現在中心開始 好 今天來講一下 煮咖啡機 今天來講一下煮咖啡 我可以吃了 我現在去做什麼 那就是那些